那下面這位呢是個人特色 因為主持人必須要新的報導 掌聲讓他以掌握數位轉型狀況關鍵的 數位發展部唐貫部長上來我們說幾句話 有請唐貫長 陳基督王部長 我們的農委會、科委會、流氓會的朋友們 科學會的理事長、在場的科學生技能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確實這個不要說是像羊毛 我覺得比羊毛更舒服 就是最主級的羊毛 我們像我身上這件被主持人稱讚這個 風格特殊的T恤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整天 就是從開幕之後都穿 但他也是從寶特瓶 回首寶特瓶進行的 我們各國的訪團來 不單是送他們這件密宣 那也會解釋說 後面領退起全循環 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想全世界都在邁向這個淨寧 那淨寧的過程裡面 就是要大家在生活上面 去改變自己生活的習慣 但是並不是委屈自己 而是透過像今天這樣子的場合 找到說原來有不但不委屈自己 而且比本來還要好的方式 來達到這樣子的淨寧排放 那在中小企業的淨寧上面 也是相同的 我們可以看到像BCG 在去年做的調查裡面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要做它翻查 大家都知道要去把溫室企業這個排放 去找到裡面的重點 然後呢才能夠有效地去整量 但是呢可能只有大概兩成左右的企業 中小企業是用自動化的方法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從資本跟試算表 這兩個重要的技術加在一起 然後用手動的方式來進行這樣子的計算 那但是呢我們都知道對多少企業來講 你要把額外的就是人力 把額外的資本投資等等 放到這個上面 對他們那個margin來講 其實這個挑戰是滿大的 那這個就是數位可以幫忙的地方 我們在原視界上面所提供的這一些 從一開始在UberChain的時候 大家知道行動支付啊 經銷存啊 CRM等等 到現在包含剛剛講到的 碳碳查的這些服務 我們都是用最小的摩擦理 就是最不需要你花力氣去設置的方法 去遞送到所有微信 跟中小企業的身邊 當時我記得經濟部的同學就跟我說 他們特別是推到像攤商啊等等 在地的這些服務的時候呢 碰碰困難 因為當時需要工商品證 工商品證大企業大概都有 但是呢 對於甚至連公司登記都不一定有 只有順其登記的一些 非常微小的企業來講 工商品證它一看到這四個字 那這個服務就跟它沒有關係了 不管是要付出它三萬塊那是多少 那所以當時我們在疫情期間 有開發了非常多運用手機 就可以用身份認證的方式 所以當時呢 我們就跟負責身份認證的 這些朋友們講一下說 那大家開發出來的這些方式 應該優先用在這些最階級 最需要的這些 微中小這些企業上面 那所以我非常高興看到 我們現在用實際上面 已經超過一半 來申請的朋友 都是用這樣行動身份認證的方式 來進行 我想書衛部就是轉動 書衛轉型的馬達 莫達 大家如果看我們的Logo 就是裡面有最在地的 MO那兩個字的部分 跟去接雲端的 DA那兩個字的部分 在地跟雲端的結合 就是我們工作的使命 所以我想各行各業的所有的主管機關 當然經濟部為首 只要在推動所有的政策上面 需要我們數位轉型的幫忙 那數位部一定是大家最好的夥伴 謝謝大家 謝謝 當然謝謝副市長 真的是提到一個關鍵 難怪剛剛介紹副市長說來說 就掌握了 數位轉型重要關鍵技術 因為現場中小企業的企業主 我們聽到應該很有感 除了經濟部幫我們整合資源 找到方向之外 數位部呢 可以接著來幫我們在 code down 我們的成本部分 可以提供很多的相關技術協助 非常感謝